2018世界杯最全看球攻略 收藏版2018俄罗斯世界杯 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4日至7月15日举行 64场比赛将在11个城市的12座球场进行 送你一份超详尽的赛程表 转给喜爱足球的TA 不错过任何一场精彩赛事 2018世界杯官方完整赛程表小编 为广大球迷整理了一份2018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赛程及球赛看点 供收藏热门球队出场阵容世界杯 是世界上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体育两大最顶级赛事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 本次俄罗斯世界杯是第21届 作为此中球迷是时候选择一个热门强队做主队了 诸位 你选哪个队 金色太阳乌拉圭 A4 乌拉圭队 23日名单文将 穆斯莱拉 马丁席尔瓦 马丁坎塔纳后卫 哥丁 塞巴斯帝安科茨 弱泽吉梅内斯 马克西佩雷拉 加斯顿席尔瓦 马丁卡塞雷斯 瓦雷拉中场 南德斯 卢卡斯 托雷拉 贝西诺 本坦库尔 卡洛斯 桑切斯 克里斯蒂安 罗德里格斯 拉克索尔特 格鲁吉安德 阿里斯卡特 乌雷塔维斯 卡牙前锋 斯图亚尼 马克西 哥麦斯 卡瓦尼尔 苏亚雷斯 欧洲新王 葡萄牙 B1 葡萄牙 23人名单文将 安东尼 洛佩斯 贝托 帕特里西奥后卫 布鲁诺 阿尔维斯 塞德里克 苏亚雷斯 丰特 马里奥鲁伊 佩佩 格雷罗 利卡多佩维拉 卢本迪亚斯 中场 阿德里安 席尔拉 布鲁诺 费尔南 德斯 若昂 马里奥 穆地尼奥 曼努埃尔 费尔南 德斯 威廉卡拉 略前锋 安德列 席尔拉 伯纳多 席尔拉 斯罗 热尔松 马丁斯 格德斯 西班牙 23人名单门将 德赫亚 凯帕 雷纳后卫 皮克 拉莫斯 阿斯 皮利奎塔 纳乔 奥德里奥索拉 阿尔瓦 卡拉哈尔 蒙雷亚尔中场 布斯克茨 伊涅斯塔 萨布尔 地亚哥 柯克 卢卡斯 巴斯克斯 大魏奇尔拉前锋 伊斯科 阿森西奥 阿斯帕斯 罗德里格 迭格克斯塔 高卢雄基法国 C1 法国 23人名单门将 洛里 曼丹达 阿雷奥拉后卫 瓦拉内 乌姆弟弟 门迪 金庞贝 西迪贝 埃尔南德斯 拉米 帕瓦尔中场 伯格巴 坎特 马图伊迪 托利索 恩宗奇前锋 格列兹曼 吉鲁 穆巴佩 登贝来 费基尔 勒马尔 托万后补名单 邓耶德尔 柯曼 柯斯蒂 德比锡 迪涅 拉卡泽特 马夏尔 拉比奥 萨科 西索科 祖马潘帕斯 雄鹰阿根廷 第一 阿根廷 23日名单门将 卡巴列罗 阿尔玛尼 古兹曼后卫 梅尔卡多 安萨尔迪 奥坦门迪 法奇奥 罗霍 塔格利亚菲科 阿库尼亚前锋 迪巴拉 美西 阿归罗 伊瓜音中场 马斯切拉诺 萨尔雷奥 比特利亚 洛塞尔索 巴内加 兰奇尼 梅萨 迪玛利亚 克里斯蒂安 帕文革克军团 克罗比亚 第三 克罗比亚 23日名单门将 苏巴西齐 卡利尼齐 利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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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卫 乔尔卢 尔卡 维达 斯克里尼齐 洛夫伦 福萨里克 皮瓦里齐 耶德尔伊 恰莱塔 卡尔中场 莫德里齐 拉基地齐 科瓦器齐 巴德利 布罗佐 北齐 布拉达 利齐 前锋 曼朱基齐 佩利西齐 卡利尼齐 克拉玛里齐 皮亚查 雷比齐 桑巴 军团 巴西 伊伊 巴西队 23人名单门将 阿利松 埃德松 卡西奥后卫 达米洛 米兰达 马尔基尼奥斯 地亚哥席尔瓦 马赛洛 菲利佩 路易斯 法格纳 杰罗美尔中场 奥古斯托 保利尼奥 库比尼奥 费尔南迪尼奥 卡塞米罗 威廉 普雷德前锋 太松 贾布利埃尔 热苏斯 菲尔米诺 内马尔 到格拉斯科斯塔中表象人瑞士 一二 瑞士 23日名单门将 布尔基 西茨 索莫后卫 朱鲁 埃尔雷迪 拉克鲁瓦 朗 利西士泰纳 莫班杰 沙尔 贝德莫中场 贝赫拉米 泽马伊利 纪菲尔南德斯 伊菲尔南德斯 弗鲁勒 沙奇里 斯托克尔 扎卡 祖贝尔前锋 德尔米奇 穆罕迪 塞贝罗 维奇日尔曼战车德国 F1 德国 23日名单门将 诺伊尔 特拉普 特尔施特根后卫 伯阿腾 金特尔 赫克托 胡梅尔斯 基密西 普拉腾哈特 吕迪格 巨雷中场 布兰特 德拉克斯勒 哥雷茨卡 金多安 赫迪拉 克罗斯 厄奇尔 罗伊斯 鲁迪前锋 马里奥哥迈斯 穆勒 维尔纳美洲 蝴蝶墨西哥 F2 墨西哥 23人名单门将 科罗纳 塔拉雷拉 奥乔亚后卫 埃德森 阿尔瓦雷斯 阿亚拉 加拉尔多 拉云 埃克托 埃克托 莫雷诺 迭格雷耶斯 卡洛斯 萨尔西多中场 多斯桑托斯 小多斯桑托斯 巴尔达多 埃克托 埃雷拉 马克斯 法比安 赫苏斯 科罗纳前锋 阿基诺 埃尔南德斯 劳尔西门尼斯 洛萨诺 佩拉尔塔 贝拉后补 古铁雷斯 欧洲红魔 比利时 G1 比利时 23人名单门将 库尔图 卡斯特尔斯 米尼奥来后卫 阿尔德 维雷尔德 伯亚塔 孔帕尼 莫尼耶 维尔马伦 维尔通亨中场 德布劳内 穆萨登贝莱 登东克尔 费莱尼 蒂莱曼斯 维特塞尔前锋 巴舒亚伊 卡拉斯科 阿扎尔 索尔根阿扎尔 卢卡库 梅尔腾斯 贾努扎伊 查德利三师军团 英格兰 G4 英格兰23日名单门将 皮克福德 巴克兰德 波普后卫 斯通斯 卡西尔 琼斯 马奎尔 沃克 特里皮尔 阿什里扬 罗斯 阿诺德中场 戴尔 亨德森 阿里 切克 林加德 斯特林 德尔夫前锋 凯恩 巴尔迪 维尔贝克 拉什福德白英 布洛波兰 H1波兰23人选名单门将 比亚尔科夫斯基 法比安斯基 史秦斯尼后卫 贝德纳雷克 贝雷西内斯基 西奥内克 格利克 耶德泽切克 帕斯丹 皮实切克中场 库巴 格拉尔斯基 格罗西茨基 克里乔维亚克 库尔扎瓦 利内蒂 佩兹克 利布斯 泽林斯基前锋 靠纳茨基 莱万多夫斯基 密里克 特奥多切克 东营武士日本 H4 日本23日名单门将 川岛永寺 东口顺昭 中村航府后卫 常有幽兜 颠野智张 吉田马野 九景红树 九景高德 昌紫园 远腾行 直田直通中场 掌鼓不成 本田归佑 前贵士 香川真思 山口盈 远口元气 于左美贵士 柴西运 大岛辽泰前锋 刚齐慎思 大破永野 武藤佳季 有哪些焦点比赛值得期待 一 揭幕战 俄罗斯VS沙特时间 6月14日 23点 无论揭幕战的交战双方是谁 都将承载 比赛球迷们的无限期待 毕竟东道主的比赛 无需动员球迷 激情将被彻底点燃 坐镇主场的俄罗斯 渴望重演2008年欧洲杯的荣光 而亚洲敬旅沙特 则希望在本届赛事中有所突破 在迷你死亡之组 谁都渴望占得先机 2 伊比利亚内战 葡萄牙VS西班牙时间 6月16日凌晨2点 这是开赛之后的首场强强对话 是C 罗领前的葡萄牙笑到最后 还是整体性超强的西班牙更胜一筹 最近两届欧洲杯冠军的直接碰撞 本身就充满噱头 伊比利亚半岛内战 无论从星光 历史变迁乃至故事性上说 精彩程度都不会亚于决赛 3 潘帕斯雄鹰大战格子军 阿根廷ES克罗地亚时间 6月22日2点 这很可能会是31岁没球王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期待阿根廷最终问鼎的球迷不在少数 而克罗地亚将是潘帕斯雄鹰遇到的第一个竞敌 格子军拥有莫德里奇 拉基地奇 曼朱基奇等诸多球星 实力不容小觑 在拥有冰岛和尼日利亚的死亡之组中 两支实力最强球队间的碰撞 无疑是天王山之战 4 欧洲红魔PK30军团 英格兰VS比利时时间 6月29日2点 比利时和英格兰 总是被寄予厚望 却让人失望 这样两支欧洲顶尖实力的球队 这一次都渴望在俄罗斯证明自己 拥有热四帮的英格兰完成了更新换代 欧洲红魔比利时得携招包含阿扎尔 德布劳内 费莱米等黄金一代的阵容出征 考虑到这场比赛是在小组第三轮 突尼斯和巴拿马 都难以对两队造成大威胁 此一夜存在着成为鸡肋的可能 5.最最最不能错过的焦点 7月15日23点 进行的决赛 C罗和梅西能完成他们的梦想吗 死中球迷专区 假如你是一支球队的铁粉 那心爱球队的比赛 必须是必须全勤的 这是一名死中的自我修养 如果你是德国队球迷 与墨西哥的首战一定要特别关注 北美一哥向来扮演着巨人杀手的角色 勒夫的球队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战对手瑞典则是小组最强对手 虽然一步不在 但年轻且极具整体性的打法 让这支瑞典空前团结 出局的意大利便是前车之舰 相比之下 莫伦对手韩国 则可能是近十年来的最弱韩国 虽然有着亚洲一哥孙兴敏坐镇 想先翻德国还是十分困难 不出意外 德国将投名出现 如果你是西班牙求你 斗牛市首战就将迎来欧洲非冠军葡萄牙 必须迅速进入状态 如果能够拿下葡萄牙 四战伊朗开始将是一片坦途 虽然波斯铁骑在亚洲所向无敌 身体上与欧洲人比还是没有任何优势 莫伦的对手摩洛哥星光暗淡 西班牙依然不能小觑 四年前的教训将指引着这支全新的斗牛市军团前进 如果你是巴西求你 首场面对瑞士就将开启小组赛最强挑战 拥有哲玛伊利 利希斯坦奈和扎卡的瑞士以防守建长 桑巴军团的火力将经受考验 四战小组实力最弱的哥斯达黎加 这是必须拿下的三分 最后一轮面对塞尔维亚 如果前两轮有良好的基础 五星巴西将努力争取小组第一位六冠之路祭奇 如果你是阿根廷求你 首场对手就是今年来国际足坛的大黑马兵岛 如今的潘帕斯雄英短板明显 面对任何对手都不能大意 否则两年前的英格兰就是他们的下场 第二轮踢克罗地亚将是决定小组走势的一战 两支球队将上演技术流对决 身处死亡之组 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莫伦踢尼日利亚 梅西和他的队友 可不想让16年前的哀伤再次上演 如果你是法国求你 今年人才紧喷的高卢雄击值得你期待 前两战对手澳大利亚和毕鲁 从实力上都难以对法国构成威胁 得上的球队要战胜的只是自己 最后一轮踢球封硬朗的北欧球队丹麦 很可能会变成小组第一争夺战 法国队想走得更远 必须占据战略之高点 如果你是英格兰球尼 这支三师军团或许能扫除前几届大赛的阴霾 前两场T突尼斯和巴拿马 欧洲豪门想要拿下并非难事 需要紧防的只是冷门球队的鸡血打法 英格兰必须在这两场中快速调整最佳状态 小组最后一轮与比利时一战将直接考验英格兰成色 无论小组第一或者第二 TH组实力不强的对手英格兰都有足够的优势 为球迷专区也许你是世界杯期间的吃瓜群众 或者只是陪朋友家人观战的萌新 那也没关系 除了淘汰在小组再关注这些点就足够了 一葡萄牙T西班牙 英格兰提比利时一定不容错过 如果可以关注一下阿根廷与克罗地亚的比赛 相信小编 你和朋友们讨论 绝对不会缺乏话题 二 C罗和梅西的绝带双胶是不得不 T的点 两人包揽了过去十年的全部金球奖 而2018年的俄罗斯 是他们追逐大力神杯最后的机会 如果说C罗是足球阳刚之美的象征 梅西则代表了足球的华丽 如果你没有立场 跟着他们俩走准没错 三 作为一个亚洲人 或许会想了解一下亚洲球队 从千云来说 于波兰 哥伦比亚和塞内加尔同组的日本最有希望小组出现 沙特身处迷你死亡之组也有希望 不过从实力上看 亚洲地区技术最好的篮武士是最有可能突围的亚洲球队 四 除此之外 小编还强烈推荐法国VS丹麦 巴西VS瑞士 德国VS瑞典几场比赛 先在赛程表上收藏一下 你不会后悔的 妹子圣经足球少了妹子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女球女你们说是吧 不管你是懂球妹也好 花痴也罢 拿下这份榜单 在世界杯上就准备着养眼吧 一 足球场上最能让汉子和妹子同时尖叫的是谁 C罗和梅西 葡萄牙人一身肌肉配上标志性的怒吼 如果有进球后的霸气庆祝加成 妹子们一定会惊声尖叫 葡萄牙与西班牙 一浪两战都是在凌晨两点 这个也值得熬 相比之下 梅西显得较为低调 如果你欣赏他的球技 那么死亡之组的每场比赛都是生死战 对了 还有一个桀骜不熏的男人 他叫内玛尔 二 没有意大利南魔队 我们看什么 德国南魔队 从主帅勒夫到穆勒 胡 梅尔斯 无论西装革履还是战袍加身 阳刚之美又气质分明的日耳湾战车 都是你铁平的素材 赶紧抱走 三 如果你的男朋友是针求你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 千万不要在世界杯期间问他是足球重要还是我重要 某一天男朋友闷闷不乐意 别担心 只是他的主队出局了 四年一次他习惯了过几天就会好 如果世界杯期间他对你心不在焉 别怀疑他对你不好 他只是在看世界杯 看完这份攻略 你知道今年世界杯该怎么做了吗 惊吓 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故事与永恒的经典瞬间 综合人民日报 新华网 央视新闻等运营人员 唐骇 MX-002 金钱 二 二 冲 赶紧 二 二